- 欢迎大家来到Kelanji Design 没错我回来了 其实相隔一年了 就是没有更新这个频道了 主要原因是因为Studio这里也忙 然后也经历了一段 就是身为设计师的低潮期 之后我会慢慢跟大家分享 关于这一件事情 那今天呢 我就来跟大家分享 我有去一些演讲 然后呢 就是发现很多的设计师的 或者是赶毕业的 都会有一些问题就是 诶 怎么样去跟Google沟通 其实跟Google沟通呢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情况 我们必须要去懂顾客 说这一句话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 那今天呢 我就整理了五个 就是说当顾客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呢 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好 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今天的设计创业学 哇 很久没有讲这句话了 好 开始吧 好 那么回来到我们的话题啦 就是说当顾客跟你讲这五句话的时候呢 其实是一种警报来的 也就是说你必须要非常小心的去 筛选这个顾客 看他到底是不是真正一个好的顾客啦 那第一个呢 就是你比别人便宜啦 其实这一句话呢 在我做很多招募多年来 我已经听了不少字 打个比方说啦 我们就说从logo开始说起 有的顾客跟我说 哎 人家外面只卖一百块 然后任意随意更改 做梦里的这样贵的 那当他说这一句话的时候呢 我们要分了两个质量吧 第一 他是否真的是弹鞋 然后只不想要找一个便宜的 然后可以画到logo的 所以随便便做就好了 那第二个呢就是他看清楚你的价值 他想要知道那个分别在哪里 他是欣赏你的价值的 这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要必须要去判断 顾客到底是哪一方的 有一些顾客呢 觉得说 哎 你很贵啊 还是什么啊 那一种他真的是坚持于价格的话呢 其实基本上你是不需要利害的 就不要去管他 然后除非你真的是急着 你需要这一笔钱 又或者是说 你需要他来build up你的 portfolio 那可能你可以接一单两单 这样子就够了 不要去说 哎 长期这样做下去 因为其实对你自己 对于这整个设计的市场呢 也没有任何的好处 其实有另外一种顾客呢 叫我常常说 另外一种顾客呢 他是很欣赏你做的东西 然后可是他同一时间在外面呢 得到更便宜的那个价格 那他就想要知道了 你跟外面有什么不一样 如果说你做的东西跟外面一百块的 其实是一样的 这样子为什么他不要去拿一百块的 只要你足够的去 给到他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和理由 为什么这个顾客一定要选 你的价钱会比较贵 贵在哪里 哪一个部分 下来就是Top 4 哦 那第四个就是先听听你有什么idea 这个其实是一个蛮大的仙奖 我应该怎么说呢 就是 嗯 当顾客跟你讲这一句话的时候 基本上来讲 他很有可能 会偷你的想法 会偷你的想法 因为我们做设计的 我们的那个价格其实是 出在于哪里呢 就是我们的 就是说我们所想的东西 我们所给的idea就是那个 这个价值分手 所以如果今天顾客跟你讲说 可不可以 就是 给他一些idea一些想法 然后看你整个东西出来是怎么样 他很有可能 在很有付款的任何情况下 他就把你的idea 拿去给一个更便宜的工作 到时候会就是你自己吧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必须要明白就是 一定要收到钱过后 我们才提供任何一个idea 我们可以给予一些 大概的概念 但是你不能够说 哎 整个想法 或者是整个proposers 丢给顾客 这样子的话呢 你只会让你的那个价值 就是便宜而已 那来到第三个啦 那就是 你做给我看了先 其实这是非常非常多的 人在讨论过的这个问题 尤其是在影哲学 这个之后我会讲解 然后其实呢 你做给我看先 这个东西其实根本上就是说 我先订定你的idea有什么差点 你还没有付钱 你怎么可能叫他做给你看先 其实是一个这么简单的道理吧 我们要懂得怎么去保护 我们自己本身的作品 所以你的能力 你的作品 肯定是要付了钱 后才能得到 当然我也明白 顾客呢 他会有一个问题就是 哎 如果我付了钱的话 我不满意那怎么办 那没有办法 你可以选择退款 或者是最有一半的那个 这样给顾客 但通常基本上你 只要先了解顾客要的是什么 你能不能够提供到给顾客 这样子的风格 或者是这样子的身体 能不能够满足到他 然后呢 你才开始跟adea说 哎 才谈这一单身体这样子 先了解顾客要解什么 你能不能给做到呢 再看之后 不要先做了先 那在这里呢 就是有很多 呃 designer可能就是会觉得 哎 如果我interview的话呢 就是我interview的时候 有很多人就是可能会说 我必须要做那个 现场就是做那个图给 公司 然后给他们去审核 哎 你的能力有没有 到这里 其实呢 基本上这个东西呢 我以前也有做过 但是 当我interview的时候呢 我是用我们公司过去做过的东西 然后呢 把财产重新再给那个人做过 基本上 他做多少个都好 我们是用不上的 因为那个已经是过期的 事情的东西来的 所以这个只是不过是去训练 然后他们的那个能力罢了 而不是说 去 偷他们的设计 又或者是 做一些这样子比较小人的那个 呃动作 当然也有一些公司 一求再求的就是去 那你做了一个一个两个三个到最后还是没有讲到情谊的 这种公司呢 自己就要先小心 然后先看怎么样处理 因为必定还是有这样子的人存在的 所以我们自己设计师本身呢 自己设计师本身呢 是需要自己去小心的 那来到第二个啦 那Top2这一个呢 是我遇到非常非常多的一个 听说过的一句话 那就是我会介绍更多顾客给你 很多顾客呢 通常会讲这句话的时候呢 他们要求什么 要求你offer给他 要求你discount给他 要求你便宜给他 通常讲这一句话的都是偏话 没错都是偏话 为什么 因为如果真的一个真心想要让你好的顾客 他不只会不会跟你谈价钱 他会自动给你宣传 让更多的顾客来找你 去介绍给大家 这样子的 所以如果说你的顾客跟你说 便宜一点啦 我以后介绍更多顾客给你啦 你完全不用理他的 就是 他根本就是在跟你讲偏话而已 因为我自己亲身已经经历过不少 我在那边跟我讲过这句话的顾客讲 你们真的是有介绍过顾客给我吗 没有嘛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应该不要去太过于相信顾客 说的偏面之词 那我们就来到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这个呢就是 由你去想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口来的 他跟说我们就是前面讲说就是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认词啊 又或者是你给做了钱 他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是在你已经给了钱的状况之下 你已经收到钱的状况之下 顾客跟你说 你想吧 我没有认词 其实这个就是要你去 去采顾客要什么东西 对 顾客有时候可能自己本身都不知道他自己要什么东西 所以呢 他就讲说 我相信你的专业 不如你来帮我想 可是你又不是他肚子里面那条虫 你会知道他要什么东西 设计有那么多的风格 有那么多的元素在里面 我们那里知道顾客想要的是哪种 对不对 可能你做一个很夸张的 你觉得很适合很好看东西 他转到头来讲 不要 这不是我要的 到时候 他是跟你讲说 其实我是想要minimalist的 你整个过程你就是在浪费时间 你就是不断去采 不断去采 我在这边警告各位就是说 我们不要去采 顾客要解什么东西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 呃 问题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 呃 访问 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去 了解 顾客到底要解什么东西 你如果说 打个比喻 今天你问顾客 哎 你的logo你想要帮什么面子 他就跟你讲说 我没有idea 不如你来帮我想 但你帮他想的之余呢 之前呢 你就先问他 哎 你希望你的品牌 是可能比较stand out的颜色啊 比较温柔的颜色啊 还是怎么样 怎么样才符合 这一个设计 怎么样才符合整个品牌的那个 那个样子 给顾客 参与我们的设计里面 不要给顾客 让你去 去采顾客到底要解什么东西 因为其实这真的是蛮危险的 如果你让顾客残余在设计里面呢 我可以告诉你 成功率 是不是很高的 那么今天要分享的呢 就是这样子啦 就是那么简单 那么的 转站 对比说 应该做回那个video嘛 所以就是会比较有一点点的 呃 不知道要怎么去面对镜头这个习惯 要重新去习惯过这个镜头 讲话以后有一点卡 希望大家去见谅啦 那之后呢 我会做更多的影片 就是关于生技方面的一些分享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要按赞订阅 然后还有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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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